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千里爱股375-384 元神5.0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 加全热物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宝箱成就407 我们现在来到回生之子 右上防这个传送点 然后这里我们点开这个任务最终 这个勇者的仪式 这个任务是在上一批任务结束过后 而自动出生是在这个任务列表 没有了你就调游戏时间调两天后 来我们点击任务最终 往这个西方向电出左边 这里走这个木桥 然后这里上去 好,这个NPC就在这个房顶上 里爬上去 然后再对话 好,这里对话完我们就被传送走了 这里需要清怪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并且会自动出现这个新任务 自过往的启示 我们点开这个任务最终 来到这个刘金之脉 右上防这个地下传送点 然后这个传送点之后 往东方向地水右边 这里往前走 这里我们来到任务点 要清一波这个流血狗 好,这里清换怪之后 我们来到这个石头这里 调查一下这个闪光点 我们这里点继续这个任务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 这里说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随意切换这个角色跟这个宠物 按这个T键 T键 可以来回切换 相当于原生版这个冰火人 我们先拿出我们这个人物 扎到这个左边 左边这个橙色这个圈这里 来按T 好,切换宠物之后 这里我们踩另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圈 然后这里等待一下 好,这个屏下就消失了 好,这里我们说的这个楼梯这里下去 好,这里我们右转 这里可以开这个传送点 然后这里先不要往前面跳啊 在这个对面这里 有一个金字宝箱 我们先过去捡这个宝箱 然后再闯之后坑这里跳下去 嗯,萌芽 好,跳下去之后啊 西方向列出左边 再前往这里有一扇门 来,这里我们往前走 可以过去旬 这里斗号完之后啊 在我们旁边这里有一个拉卡终点 可以操作 无比冲吧 好,这里会出现这个 谷梯 然后我们这里 往前走 这里我们要往左转啊 那前往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火神通 这里捡起来之后我们这里 按T去换这个宠物 好,然后我们往前走 来到我们这个人物的位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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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顿地 这也是左转 刚才我们这个神通底下啊 是有一个地震波 好,这里炸一下 好,炸到之后出现这个元素黄碑 好,这里炸一下 好,我们先断一下这个 好,没有地图啊 好,没有地图啊 往另一边吧 另一个方向 往前走 也跟着任务指引 这里也要来到这个遗迹顶上 这里爬上去 爬上去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拉杆 这里点击操作 好,这里我们要撤回这个人物 这里我们点这个元素黄碑 好,这里点亮了之后 我们再回头 好,我们 这里要扎这个电梯这里啊 这里是上面这一层 然后我们再切完这个 然后我们切完这个 然后我们切完这个宠物 操作 好,这里上去碰到那个 红圈 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背后 这个扶梯 扎这个绿圈这里 好,这里对号碗之后啊 往这个西南方向 地图的左下方 这里沿着楼梯往前走 好,上来之后 有一个 直接开启的珍贵宝箱 然后前方 这里有一个符文 就 接着碰到这个符文 然后我们再转向东方向 地图的右边 自己比这个往前飞 好,这里飞过去之后 我们往右边爪 也继续往前走 好,这里我们可以开启这个 地下的这个传送点 然后再继续往前 烤房 这里对号碗之后 然后我们朝东方向 地图右边 接着碰到这个 碰到这个黄圈 然后切换这个宠物 往我们右边走 点门踩另一边 好,这里我们等一下 我这里挂完动画之后 这里我们先 往这个楼梯 往下面走 好,这里往左转 走出我们这个洞口 好,洞口出来之后 往右手边 这个贴着扇走 这里开下元素视野 啊,开不了 好,在前方这个山坡底下 这里有一个 带岩峰 这里打破 打破之后我们炸这里 上来 上面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是宝霞 好,开启之后 继续往前 前方这个水晶旁边 这里炸开之后 有一个那个 一方体 好,这里打一下 这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全部打一下 全部打一下 好,摇这个水晶 它就会塌下 我们再顺着这个水晶 这里下去 要往左手边转啊 这里 顺着前方这个木桩 这里过去 好,先往前走一段距离 然后往右手边转 抹出了前方这个 山坡往前走 前方这里有很多这个 地震波 这里震一下 好,全部震了之后 会有一个宝箱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有个水晶 再打一下 好,这里全部打一遍 好,这个立一个水晶 它就 踏下去了 因为我们要顺着这个水晶 去拿这个 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绳筒 来,这里顺着这个水晶 往下走 所以大家小心啊 你踏下去会被水淹死 来,剪到这个神筒 好,剪到神筒之后 我们这里 切换一下 切换成这个人物 好,这里我们直接往正前方 踏下去啊 下面就有个石墙 我们直接下落国际可以打碎 好,这里是提示我们的啊 如果我们碰到红外线之后 它这个岩浆会上涨 所以这里我们尽量要绕开 好,这里顺着这个平台跳下来 好,把它抢扎开 然后我们从这里面进来 有一个神筒 然后我们再往左手边这个楼膝 上去 走到头之后有一个宝虾 吼玉植物 开吼,东方向 地腿路边 得贴着这个边边往前飞 到过这个红外线 这里我们不要下去啊 再咋我们会自动关掉 然后我们再左转 这里也有红外线啊 这个大家尽量躲啊 这个杀害很高啊 可以推荐用这个罗力角色 直接召过去 会比较简单啊 如果有钟离的话 就直接满过去就可以了 去收币去 打这里开启 开启这个开关 好,那边咱们就凯了 我们往前走 这里右转 好,这里有个拉杆 我们拉一下 好,然后这里也会出现这个 一条路 那这个走过去的时候小心啊 那里是有两条红外线 好,所以往前走的时候小心点 你躲一下 来开启这个宝虾 然后再说的左前方这个楼梯上去啊 这个元素方便我们不用点啊 好,我们只需要碰前方这个红外线 然后赶紧往上走 这个眼角会帮我们点亮 好,解锁之后 解锁之后开关 这里开启 好,这么咱们就开了 然后这个拉杆 大家千万不要拉 你拉之后会影响那个 影响我们宠物的路线 然后我们扎到这里 先切换这个 先切换宠物 好,所以这个扶提这里往前走 一踩大权 好,这里传上来 然后继续往前 踩到这个绿圈 然后我们再切换这个人物 好,这里顺着楼梯往上面走 把它碰下这个黄圈 这里对话完之后啊 然后我们再往西方向 对出左边 这里走过来 有一个宝箱 开启的宝箱 开启的宝箱之后 我们再 然后前往这个黄圈这里 好,然后我们再按T 前往我们这个宠物这里下来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啊 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桥 往下面走 这里下去一会儿 要打这个 黄金网兽啊 所以大家最好先换好这个阵容 所以大家最好先换好这个阵容 好,这里钻到这个地下 我感觉这柴的东西特别一眼熟啊 好像小时候电视上看的那个 数码宝贝变身的场景 好,这里打完BOSS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符文 我们这里触碰 啊 啊 好,就这里 冲到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秘境 好,这里我们往前走 啊 啊 哈 所以我们走到前往这个死柱的位置 好 这里过它的剧情 好 这里对话完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并且出现三个宝箱 好 开完这三个宝箱之后 这个任务还有个后续 这里的话 我们先返回到这个地面 这个地下传送点就是我们开启的这个 好 然后地下座我们这里 回头往西方向对方左边 好 这里会自动出发这个任务 好 任务就是我们最开始 静密进之前的一个地方 这里给大家对话 这里对话完 那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 禀